特斯拉宣布 第三季度 全球交付了近46.3万辆电动车 不止与2023年同期相比 增长了6% 且是公司在2024年 首次实现销售增长 对此 一些产业专家分析 虽然本季度增长有助于 重拾市场信心 但未来更激烈的竞争 仍然不容忽视 此前 一些市场分析师还认为 前两季的销量疲软 主要来自于供应链不足 与全球经济放缓 整体导致消费者购买力下降 因此 第三季度的销售反弹 则正面代表了市场回温 促使更多消费者 有能力购买电动车 值得一提的是 受限于前两季的销售不佳 2024年的累计销量 仍落后于2023年 此外 随着传统汽车制造商 通用与福特 纷纷推出自家电动车款 不止将造成产品与价格 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同时也将对特斯拉构成 直接挑战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道 同时也将謂 油断 地投入 片 氈